大家好,回到下半部份,Anson,還有什麼好東西跟大家說? 這次很有趣的,美國公佈了十大超怪異恐懼症 什麼呢? 恐懼症很多人都說,我怕老鼠、蟑螂、鬼,很普通 什麼都怕,但是現在社會有新種恐懼症 有幾樣,我先說第一,怕洗澡,真的挺怪異的,我怕不洗澡 我都覺得應該要洗澡,我都怕些人不洗澡 因為我乘車的時候,經常有個老伯,經常不洗澡,很臭的 每一次排隊,我乘車都要排隊,我一定會給他上線 為什麼呢?我看看他坐在哪裡,我就不坐在那裡 怕他坐在你旁邊? 他坐在前面,我坐在最後,他坐在後面,我坐在最前 那我就不聞不到他那種臭味 所以說怕洗澡,其實你影響到很多人,很多人還怕你 其實洗澡有什麼好怕,我真的想不明白,怕水? 小孩子可能就很討厭,但是這裡竟然是說小孩子和女人 婦女是最多數怕的 其實婦女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去洗澡 應該要更加乾淨給男生 我真的不明白,小孩子就說不洗澡 這樣很奇怪 很古怪,這是非常怪異的恐懼症 是,這個是第一個 我怕是不洗澡 另外有什麼是怪異的? 這個真的很怪異的,我也覺得 怕紫色 紫色有沒有很害怕? 紫色有沒有很害怕?我喜歡紫色 對,我有朋友很喜歡紫色 我就不覺得紫色有沒有很害怕 紫色我覺得,怎麼說呢? 我喜歡紫色,讀美術的時候紅色加藍色變成紫色 對不對? 什麼顏色都有,挺好的 有種有人的感覺 但是這裡竟然說有人拍紫色的 真是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顏色有什麼好怪 其實它傷害不了你的 就是一個視覺上的感覺 沒錯 無色,無味,無臭 你看到一種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會怕 我真的想不明白 真的,這個恐懼症很古怪 另外還有什麼是古怪? 這個我都怕了 說真的 就是怕下巴 怕下巴? 嘩,雙下巴我就怕 對 我就是現在照鏡看到雙下巴 所以我都很怕 我以前是關紫臉 現在都照雙下巴 但是這個報告說那個是不是雙下巴? 害怕下巴的人都害怕照鏡的苦惱 因為有一個鏡照到自己下巴 總會令到害怕下巴的人 下巴有什麼好害怕? 下巴就是怕自己肥 我覺得 但是這裡說怕下巴的人 純粹是怕下巴 那我就不明白 下巴有什麼好害怕? 這個自己的身體一部份 連自己都害怕? 嘩,這件事很難理解 真的很難理解 我怕傷下巴,我怕肚腩 但是也有了 嘩,那很奇怪 下巴好像很害怕 另外還有什麼? 很搞笑 剛才跟剛才我差不多 怕照鏡 照鏡? 是啊 為什麼? 照鏡通常都有白色衣服的女人在後面飄過 應該不是 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學者就說這些青少年女生 很注重外表 所以有時候照到人家 不覺得不夠人漂亮的時候 身材不夠好,樣子不夠漂亮 然後又覺得害怕,恐懼 不要啊不要啊 是啊 嘩,那這個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照鏡的時候 你都會有個比較出來 其實你不照鏡就 衰上加衰 你不去 是嗎?其實你照鏡是去正視這個問題 你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應該要改善才是 雖然有顆眼屎在那裡 雖然整容不是 你可以嘗試打扮好一點 或者 沒錯沒錯 餵身一點 做一些令自己身材好一點的東西 好漂亮啊 其實照鏡應該要的 但是他可能自信不夠不敢面對 另外還有些什麼? 怕痕痕 怕痕痕? 痕痕很害怕 我怕痕 痕痕是一種 我覺得是享受很舒服的東西 就是把你的不適 送走 離開你的身體 痕痕其實有某種的快感 我覺得 你被斑了之後 痕痕是不是很爽 挺舒服的 是啊 但是你痕痕 你又被人擠這樣就說 我怕沒得痕痕 我也是 你說痕痕 我用來覺得 又不是我享受的 因為你受的痛苦 痕才會痕痕 但是你痕痕的過程是舒服的 因為一些不適是沒有了 那我就不怕那些有什麼要害怕 就是他覺得不適更舒服的 是啊 更令他喜歡的 好奇怪 古古怪怪啊 另外呢 怕痕痕 怕什麼痕痕啊 A4痕痕 都是那些痕痕 不是一定是那些痕痕 他說怕痕痕痕的磨擦聲音 是啊 我反而不怕痕痕 沒什麼特別啊 但是你說痕痕我真的不怕 我很喜歡 銀子 銀子很喜歡 銀子小時候去銀行 銀子的氣味令我很陶醉 因為銀行有一股味 這種油漆味很棒 銀子很香啊 是不是又看得多那個 富貴黃金屋啊 富貴塞碧人的那些 全部都去看銀子 不是不是 但是這個磨擦聲音 我又不怕痕 我怕磨刀啊 那些東西碰撞 是啊 鐵器那些 哇這個就覺得很難受 我真的受不了 鐵器 哇那些我寧願被你打一拳 我也不想聽 是啊 那些磨的那些真的很難聽 那些磨下去整個人都起雞皮 是啊 哇真的打爛陣啊 是啊 然後兩排牙就咬緊 然後想咬爛 你不要說 我已經感覺到 這個很恐怖 另外還有些什麼 這個真是 驚慈的名字 不是啊 是啊 他說是新世代的父母 給這些孩子 這些莫名其妙的名字 什麼叫Pizza 功勞 Roll R-A-D 令那些小朋友覺得害羞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特別的名字 沒有啊 喂你這樣說 有些男生叫Dick D-I-C-K 你知道英文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其實意思是陰莖 是嗎 我真的不懂 我英文差 其實陰莖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我也叫Peter 沒有普通的名字 其實你只要自己去接受這個名字 就OK 不過你說叫Pizza 叫Roll 好像很奇怪 古靈精怪的 對 你沒有人叫Dick D-I-C-K 就是鴨 很奇怪 那這些就極端了一點 但其實如果自己的名字 普通一點 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個可能是 其實名字 就是父母送給你第一份禮 那些人說 就是你一出生 可能第一件事就是給你這件事 其實大家可能要接受的 因為 除非你改名字 要不然就跟你一生 害怕自己的名字 真的很奇怪 沒有理由害怕自己一樣 另外還有些什麼 怕發展 怕什麼發展 他說 安於現狀的一個新一代年輕人 面對這個信息盲面的社會 竟然是怕去發展 可能發展怕去轉工 可能怕去做其他 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反而我覺得年輕人 不應該這樣做 其實應該要去 見識多些東西 見到更多的市民 已經不是 你又怕 其實你說轉工 你沒理由二十多歲 做一份工作做到 是 那是好 有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 變成了你的人生 只是會接觸的東西 只是可能你工作 很局限 應該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至少我不是經常轉工 而是去接受其他東西 私下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而不是說 你未認識自己 究竟是哪個方向 是的 還有些什麼 這個 最後 這個 我也怕 怕手機失去服務 你知道 現在 沒有手機一天 都不行了 現在手機還說 智能手機 又說可以上地圖 又什麼 你說沒有一個小時 現在人們都受不了 跟你說手機沒有服務 這個我就害怕 你也害怕 你也害怕 我先不說手機 先說手機 手機我用iPhone 比如我 我經常 剛剛用的 都不斷按Facebook 有人上了MSN 上網看新聞 嘩 真的很方便 其實你是可以將一些你想知道的東西 可以馬上到手 沒錯 真的 沒有了這部電話 真的很不方便 他人真是哩哩 我試過家裡沒有上網 嘩 那時候那個人真的很頹廢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有什麼搞的 網上很多東西等著我 朋友 新的資訊 遊戲 是啊 我都要去 怎樣說呢 我要去找他們 但是一摸一上網 嘩 完全失去人生意志 因為你這個世代 你 怎樣說呢 是有一個真實的空間 和一個虛擬空間 我就是這樣覺得 就是你一停的 上網也是一個世界來的 其實上網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這麼多人會在一個網上世界上 我以前就覺得 網上聊天MSN那些是無謂的 不如打電話說吧 不過發現了MSN的好處就是 一次過跟很多人說的 是啊 還有你 說電話很快 戴空間 哪有這麼多話說 做鬧嗎 那是無可能的 但是MSN可以半個小時才應一句 是不是 雖然這樣可能憑你等得久 但是你分兩分鐘都很正常 很合理 這樣說一句 方便啊 又不用有dead air 其實大家都舒服 嗯 但是你 喂 我們說了這麼多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覺得自己是奇怪 有些要害怕的 我最害怕的 其實沒有什麼要害怕 最害怕窮的 我也是 還有你說剛才磨東西的聲音 我都害怕的 那些聲音都好 但是磨子那些 我覺得 很特別 我覺得 磨子 不要緊 磨鐵那些 嘩 嘩 嘩 抱歉 今天就早一點都結束了 先說到這麼多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說 好嗎 如果想重回我們的節目 或者看我們的內容 就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transdia.com c h a n c e d i a 還有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其他內容 很精彩的 好 就這樣 拜拜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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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